新新宿附近的住宅区则是有大火的发生 这是日本的警销呢 连忙出动的是30台的这个消防车啊 尽情灭火 不过呢由于火石实在是太过于猛烈了 整整要花了三个多小时才完全的扑灭 从画面当中你可以看到呢 火蛇跟农业呢不断从这些木造房屋给窜出来 由于这场大火呢 至少是延烧了八栋的建筑物 而其中呢有四栋是全毁了 造成三个人轻伤 目前日本警方还要来调查 到底是什么原因送活的 是因为天气太热的关系吗 还是是因为人为原因所造成的